你好 欢迎收看1月6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在5号公布了国内新增 25例境外移入确诊个案 而其中一例被认定印尼境外移入的个案 17264为本国籍20多岁的女性 12月底曾经到花莲旅游三天 确诊足迹遍布各大旅游热点 而不少店家在货报后也紧急闭门消毒 花莲县卫生局则呼吁民众 如果有足迹重叠务必做好自我健康监测 满满人群坐在海边欣赏七星潭优美风景 但就在去年12月29号中午 这里出现确诊者的身影 个案呢 昨天被通报为阳性确诊 经过我们实验制的调查 那也发现有8个地方 20多岁印尼硅谷华侨去年12月底 曾到花莲自驾旅游 27号下午他开车到花莲吃扁 再到另一家咖啡厅用餐 隔天中午吃过饭后只奔七星潭 接着又跑去市区吃扁食 再到银行办事 然后去网美餐厅用餐 29号吃完早餐就开车北上 另外要回国1月4号到1月裁剪 隔天发现确诊 只是这三天在花莲啪啪走 接触不少民众和店家 卫生局紧急匡列49人 其中五人有呼吸到症状送医 幸好都是阴性 被列入足迹的餐厅连忙必电消毒 病毒防不胜防只能先做好防疫措施 但眼看春节假期即将到来 淘积却爆发群聚感染 花莲十一家防疫旅馆 不敢大意提前做主准备 春节专案这两个月呢 我们也特别加强了防疫旅馆 服务人员的这个卫生观念 近期疫情不断爆发 不少民众和业者人心惶惶 除了座号自我保护 也期盼能尽快解除危机 记者刘明的JR五花莲报导